台南區議會理事長林世傑命案 凶手還沒抓到 全國大掃黑一掃下去台北 就傳出槍響 被開槍的是大同區在地的角頭 吳明達 他最近捲入了很多起的重案 開槍傷人不取性命 這一次凶手對他警告一位吉農 動機是什麼 更詭異的是 槍手是投案了 功稱我是不滿他強收保護費 但問題是你亮出來那把槍 居然是跟美軍同等的 高規制式手槍 案情有這麼單純嗎 事實上這台北市的街頭 尤其你看那個畫面 大白天發生這種槍擊案 你知道嗎 其實新聞報導就講到說 當這個救護車抵達到現場的時候 居然發現已經有警察 什麼什麼在那裡去看 後來他講說奇怪 據算是有兩位傷者 在一看的時候 這傷者之一的身分不單純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威震董作 叫做吳明達 那他那個時候 其實是在一個三溫暖的外面 遭到這個所謂的槍擊 而且你知道嗎 陳如你剛剛所說的 這個槍手事實上連開五槍 那連開五槍之後 很多人覺得說 天啊過去我們看到 幾個什麼槍擊案 是不是槍手開了槍之後就跑掉 結果沒有 這個槍手自己還帶槍去投案 那警方一定會去問 就是說你到底為什麼要開槍 你有什麼深仇答案 他說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咖啡廳的老闆 但是因為有他們派人來收 派小弟來跟我收保護費 小費之類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真的是過不下去 所以我才埋伏在這個地方 開槍打他 人抓到了 槍也抓到了 動機也有了 這個案子就翻頁了 好但你先回來看 事實上有很多現場 後面的畫面 一一曝光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畫面 是吳明達跟他 因為另外一個傷者 就是他的司機 那他們其實當時 這個救護車把他們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還有大批的警力在旁邊借戶 而且據說他在那時候還講說 還非常鎮定 叫救護人員把門關起來或幹嘛 可是你想想看 為什麼會有警力警戒在那邊 因為其實擔心說 會不會有第二次的傷害 或者是其他糾紛出現 那以這個所謂的吳明達來說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一個中華民國威政 愛心發展協會 他們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就發了一個聲明 他聲明裡面其實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你今天凶手去開槍 可是按照現在的警方所公佈的資訊來講 這個凶險拿的是什麼 他拿的是SIG的P320自私手槍 什麼叫做自私手槍 我跟你講什麼叫做自私手槍 就是不是土造的 不是改造手槍 這是原廠出來的手槍 而且警方現在也講說 這個所謂的SIG P320的這個自私手槍 它是現役美軍 他們自己本身有在配備使用的 那你一個咖啡店的老闆 你哪來的這一把自私槍 是這麼高規同等的 好 這個槍基本上在國內裡面 有流通的數量其實非常非常少 你要通常通過特殊廣道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 所謂吳明達的協會 他就講說 你今天一般咖啡店的老闆 可以有門路 想要拿槍就拿槍 不合理 台灣不是慶祭之都 是手槍之都 所以你看他就講說 這個東西他們覺得有很多疑點 所以你看他後面這一句 幕後指使者 後面還有人嗎 這代表他懷疑 後面還有人 那警方一定也會問 你這個彭信的槍手 你現在請在哪裡 我跟你講這個答案 完全不出意料之外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一把槍在我這邊 他過世的時候 槍就繼續留著 這個聽起來好像 也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什麼都是別人留給你 而且那個人都還死掉了 這個是非常粗糙的一個說法 一定要查下去 會開花 第二個疑問是 今天這個吳明達他不是普通人 剛剛提到 也不是普通什麼大同區的角頭 觀眾朋友都不是因為在我們追蹤 社會新聞的頭版版面當中 他好幾次都是版面上的人物 其實吳明達他其實在發跡的時候 就是在社會上面走這個走闖 對 那在1999年的時候 那是涉及北聯邦的一個槍擊案 是 那結果有人的講法是說 他也因為這個槍擊案 在黑白兩道上面 大家都打響了這個名號 結果入役服刑之後 後來又傳出來講說 他也有涉及到其他的這個所謂的社會案件裡面 所以大家對於他的這個印象 其實都來自於說他的社會關係非常好 但是我也必須講 他後來成立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威徵愛心發展協會 也就是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們也開始做這個所謂的社會公益的 這樣一個活動 而且到處去送物資 關懷什麼 所以有人覺得說 他後面的這個社會形象其實是很好的 可是我也必須講 其實以吳明達自己本身來講 他過去這一段時間月上版面的時候 有些都是什麼花邊新聞 像他之前他有個這個前女友 被人家稱之為叫做殯葬業的這個蔡依林 那時候一度鬧傷新聞是 他的這個前女友跟他講說 我們之間有感情糾紛 還說什麼他一次動用媒體 或幹嘛去打壓他或幹嘛 結果我就講 那個新聞那時候大家印象還很深刻 沒有想到這一次吳明達 居然又冒到月上的這個新聞版面 居然是被人家槍擊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警方要大批的 這個警力在那邊警戒 而且現在警方已經講了 他們要全力追查這一次的槍擊的真相 當然要追下去 危害所以我們就想 今天如果是因為一家咖啡廳 他不爽被強收保護費 可以亮出這麼高規的美軍同等制式槍枝 你不覺得怪嗎 不只如此 這麼巧 進一步爬梳 發現他熱衷工藝的過程 他跟陳時中 他跟鄭文燦都有互動有交響 有交情 鄭文燦林世傑才相繼出世 現在吳明達也遭到 背後水有多深啊 好 今天要看好抱歉的觀眾朋友 吳明達居然中槍了 兩個特別 第一個 人特別 第二個 時間特別 我先講第二個 不是才剛剛因為台南的林世傑的案子 行政院院長才宣告說 全台大掃黑 我們大家說而已 會比較穿水就開槍 才在告訴你 觀眾朋友 當兵有一句話叫 不打琴 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 黑道講說 對不起 你現在要抓那個林世傑的槍手 說我們沒關啊 但是全台大掃黑嘛 那軍團可能很簡單 因為這樣一個跟大家講 如果這個殺害林世傑的槍手 我現在從南部講到台北好不好 那他是真的黑道有掌握的話 那跟我沒關係 別說 但是警察一直在掃黑 大家打不住 就有人會去講 你快點去處理 趕快出來投案吧 所以全台大掃黑是無差別掃黑 這種時候 你居然還來開槍 時間特別 怎麼會這樣呢 他有什麼非開不可的理由 剛剛聽就跟大家講 他說是收保護費 OK 現在檢方跟警方都要來偵辦了 那你開完槍之後 你還知道林下路的派出所在哪裡 你怎麼去的 你說是誰帶你來的 怎麼看起來又是講又兜不上 所以看來用的槍都特別好的情況下之後 來 第二個就是人特別了 時間特別加人特別 他到底為什麼這個時候會被開槍 那是收保護費嗎 那收保護費是今天的事嗎 為什麼要在收開呢 好 觀眾朋友 在昨天這個開槍的男子跑去投案 彭信男子投案之前 其實新聞圈早在台北市 你以為社會記者是吃醜的嗎 吃醜的嗎 他們也問了以後 第一個問到一開始傳出來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是不是之前 曾經跟香港的大佬在餐聚的時候 吃飯是很開心啊 可是搶付錢的時候就是面子問題 就弄到現場不愉快 所以現場不愉快以後有嗆聲 嗆完之後 說我要來開你 為什麼這樣講 觀眾朋友 基本上真的是開槍的新聞一直來 覺得很煩 因為這個對我們明星會不平靜 但是你明顯發現 林士傑跟吳明達這個完全不一樣 他到那邊出來的時候人那麼多 他也沒有等錯他落單的時候 人那麼多 然後他直接開 就開手開腳 對 這就是一般江湖市在處理說 給你勉強一下 他要勉強一下 也不是往這個致命的胸部啦 心臟啦 或者是頭部去開嘛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那是不是這個關係呢 是不是之前跟老大有衝突呢 這是其一 其二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大家去爬出說 是不是你跟誰有恩怨 不然誰要來開你牆對不對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五年前在大同區的時候呢 有土地開發案 這個就最複雜 你有土地開發案的時候 你去籌募資金 人家也給你錢以後 後來那個開發案 延宕以後 遲遲沒有推展 沒推展 錢就進不來啦 但是問題是呢 分紅不愉快 錢也拿了以後 細節我們不清楚 所以一個是之前參會 有這個口角 對某個大哥不禮貌 所以他小弟要來開嗎 警方去查 第二個 是不是地方的 這個土地開發的利益糾紛 所以造成了 有人要來看他洩憤 但不管怎麼樣 很清楚的 這個吳明達 他並不是一般人 他其實基本上呢 是一個常常上新聞 眾所周出的辦公眾人物 而且在全國都已經有 不只行政院長 俊江哥 連賴清的總統都有跑出來講 有沒有 他說我們要 我們要這個打詐騙 我們要樹灘 我們要掃黑 沒錯 總統說要掃黑 院長下令全國掃黑 這種時候你在台北市 在車站的附近 直接重慶北路給你開下去 重慶南路啦 那個地方就是那個三溫暖嘛 表示說這個事情真的不單純 好 我們進去爬梳 你就會發現 哇 他跟好多人都同框 我點幾個 鄭文燦 陳時中 再講下去 偉愛 他點點看 看出了一條線 怎麼會這麼巧啊 好 那觀眾朋友 剛剛講的嘛 一個是時間特別 第二個就是對象特別 吳明達這個人特別 他哪裡特別 因為基本上你要知道 他來自草莽 出自江湖 可是呢 他後來這幾年都在做公益事業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他常常有這一些募款餐會啊 那就是政商界的人 他都常常同台了嘛 現在看這些照片 基本上呢 很多都是 有的是在網路上有人PO出 甚至是 這個吳明達自己PO出來的嘛 他跟這個陳時中 曾經在這個慈善晚宴當中的 餐序當中去PO 覺得充滿希望 我參加這些活動 那有誰 有陳時中啊 鄭文燦也坐在這裡啊 所以他的政商界的關係特別好 這個是鄭文燦 這個是陳時中啊 然後另外剛剛這個導播 給大家看那個照片 他跟黃成果關係也很好 那因為黃成果之前 蔡英文前總統的時候說 只屬殷系嘛 所以就大家把他認為說 他跟殷系是相當的接近 所以呢 他的身份非常特別 他不只是 在這個所謂的慈善界 在過去他的這個事業 還有他的出生背景 他連跟政界都有這些淵源 所以既然他都跟 有頭有人人物在一起 基本上 他的江湖地位 也就不是一般 好 董哥 所以 不打情不打懶 就打中不長眼的 跟你講還要掃黑了 你結果還要 砰砰砰 所以這個吳明達 他身份可不一般 你來看 真的只是因為單純的說 咖啡廳給人家收保護費 被開槍嗎 當然不是啊 這對手 有找人來教訓他的 你可以看他被打的地方是什麼 兩個首長 兩個首長中將 你能夠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但是會好 不會致命 他們自己開車到醫院去就醫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最要警告你 警告 開完以後 我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有備而來的 那我覺得說當然吳明達過去的江湖文宴 他一戰成名嘛 當然殺了北聯邦的唐重申 唐重申是我們自台灣自有江湖以來 長得最帥的黑道 長得最帥沒有人比過他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他怎麼敢當眾殺了人家的幫助 不怕人家來報仇 可是他就進去坐牢了 他很無期獨行 關了18年 以後出來就變大咖了 那大咖這些事情他都敢做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連青山宮的那個他都敢去開槍啊 黃青妍大家記得吧 人家也是夠大咖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綜合起來的話 他現在寫聰明了 你有時候 只要你過去是這樣的話 要漂白就要做一個慈善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是什麼 威政嘛 做很多好事 基金會你就會碰到很多政治人物 大家記得萬華那一場 警察局長張龍星到場 為什麼 因為議員說 我地方有事情你來啊 來你就坐下去 旁邊有角頭 你怎麼辦 你也不能掉頭就走 所以張龍星現在當警政署長 他非常知道 那我們可以看到 吳英達 其實我覺得他心裡有數 他大概知道說 是誰幹的 那我覺得 最主要這跟南部那個林士捷 他是沒有前年的 他是剛好 因為這個兇手也是 也是準備很久了 那他下去 他只是把人打傷 他又不用關多久 對不對 可是他達到了恐嚇的那個 而且我的槍 是美國的自治手槍 你可以看 我這個槍 可能你們其他人的集團 都沒有這麼好的槍 我後面還有更 更強的武力 這個是警告的意味很濃 那大家都知道 把這個意思弄出來的話 那以後你就不要把我們 不慌在眼裡 好 淑慧 現在我看到兩個問題 你來幫我們來解讀 第一個是時間點 在鄭文燦 在林士捷出事之後 居然吳明達 被砰砰砰 這個事件發生了 我才掃黑耶 第二件事情 他的身分也很特殊 他跟鄭文燦同寬過 他跟陳時中也同寬過 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事情 你背後參透了 什麼樣的驚人巧合 其實我昨天在跑行程的時候 我助理把這個社會新聞 傳到群組給我看 就是台北市發生槍擊案 那我點開一看 我看到吳明達這個名字 我覺得好熟喔 我一定在哪裡看過 後來我想很久 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競選對手王世堅 黃成國帶著王世堅 去見吳明達 去參加吳明達的參會 那時候被另外一家媒體 獨家拍到 然後媒體以說 去跟黑道拜碼頭的這個標題 來形容這一場參會 就是這個主角就是吳明達 然後我後來就 就是那個吳明達 然後一分鐘以後 我就開始毛毛的毛骨聳來 為什麼毛骨聳來 為什麼 因為林士捷跟黃成國很熟 吳明達跟黃成國很熟 對沒有錯 黃成國跟很多 這個老大 老大 角頭老大 可能都很熟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全台灣的 角頭老大都剛好跟黃成國 國歌熟嘛 對不對 那剛好在 這兩個人都跟他熟 然後就前後幾天而已 然後前後幾天 一南一北兩個跟國歌熟的 角頭老大都先後中槍 那這個是不是太過巧合了 我覺得是太過巧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槍手說 他是咖啡店的老闆 他只是因為被收保護費不甘 請問一下 如果這個咖啡店的老闆 他手中有槍 他還會被收保護費嗎 應該不會了吧 我如果手中有槍 應該沒有人可以來收我的保護費 所以顯然大家都不相信 這一個託詞 而這個行凶的槍手 他是有經驗的 他知道說開完槍 就像對館長開槍的 那一個這個兇手一樣 開完槍在還沒有人發現的時候 趕快去自首 因為這樣可以減輕其刑 這個是道上兄弟慣用的 SOP SOP 這樣比較輕 這樣水比較輕 趕快去自首 所以這是一個SOP 警告 然後去自首 這樣子行就很輕了 然後又跟國歌有關係 所以這到底是 黑道的仇怨 還是跟政治會扯上關係呢 因為國歌他有兩種身分 所以如果跟政治有扯上關係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很複雜了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有多少人來點閱 而且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CAMON CAMON